从深沟看世界 看见新深沟 舌尖上的深沟 走开啦 欢迎收听秘密之一 我爱深沟 深沟新闻周报 首先是来自深沟农村现场的独家新闻周报 最近稻子纷纷抽碎 加上今年天气有点延后 让各种水稻病虫害频频发生 其中谢谢迷农夫娜娜的田 叶子看起来有点枯黄萎靡 不过经过轻松大哥诊断后 认为应该只是田里面的肥 比较留不住 所以有些叶子先枯掉 把养分往回送 这样瘦瘦的稻子反而不容易生病 然而大头目杨文泉的遭遇就惨多了 他的田区有一小部分稻子 得到俗称稻子的绝症 稻妃狮 不是草原上的狮子 也不是僵尸的狮 是头上长狮子的那个狮 不过大头目还是傻笑一声 整个人放得很松 田文社社长Ove认为 这种态度值得学习 如果碰到稻子生病 请各位小农不要过度担心 只要面积没有一直扩大 水稻生点小病也是正常地 要不然惯形的稻米干嘛喷药呢 如果太担心的话 可是连人都会生病的 下一则是关于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芳怡和易翰在上周六日 开始带领有兴趣的小农 在宜兰山沟与内城一带 进行鸟类调查 不过我们调查的不是稀有的鸟类 而是在附近常见的 红罐水鸡花嘴鸭 白富殃鸡和采域 前三种鸟红罐水鸡花嘴鸭白富殃鸡 都是杂实性的 它们会玩弄田里刚插好的羊鸟 尤其是红罐水鸡跟花嘴鸭 总是让农夫们伤脑筋 这些与水稻耕种息息相关的鸟类 藉由在地农夫的调查资料 分析这些鸟行为 鸟的行为 进一步思考如何找到 可以人鸟和平共存的方法 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本周六日 六月十一六月十二 持续进行中 非常需要关注农田生态的您 一起来参加 报名方式请看脸书专页 名称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最后一则新闻 本周开始 深沟农民食堂的厨房 进行整顿大清扫 暂时停止厨房的一切功能 另外川流布袭冰箱提醒大家 厨鱼需要放进蓝色桶子里 并且要覆盖槽坑 才算完成动作 如果只是把厨鱼打包 放在盖子上 哦 有一只收厨鱼的小精灵 会生气哦 大家要认真地把槽坑铺好 才乖哦 啾咪 以上新闻周报 由田文社任性的编辑 林大米不专业的播报 我是田文社的社长over 务农第几年中什么中多少 务农第四年中稻子 中三分八 请问你最想跟福寿罗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最想跟福寿罗说话 不羁 不羁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那个福寿罗捡起来的时候 它会倒抽一口气的声音 挂掉之前的最后一个声音吗 应该是缩回壳里面压到空气 所以就会有那种 有点像放屁的声音 那你为什么想跟他 同样你是在模仿他不羁一声的意思吗 OK 表示你也蛮爱福寿罗的 我蛮喜欢的 而且你好像家里自己还养福寿罗对不对 嗯 叫大夫大鬼 不过被我丢掉了 为什么 因为有点无聊 你也知道你多无聊了哦 养了多久才发现自己无聊的 养了一两个月 哇 你还真的很能忍耶 请问可以在天里尿尿吗 可以啊 我一直以为不行 要不然你要在哪里尿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看过 有人在田边站着尿尿 或者是开车的人停下来尿尿 我心里就想 除了有爱观瞻 就是担心会不会太酸 把稻苗弄死了 应该还好吧 就像你在游泳池里面尿尿 人家也感觉不到啊 水这么多 不可以在游泳池里面尿尿 小朋友不可以学 你是认真的吗 就多水啊 你这个节目播出去之后 over 因为社社长应该会被攻 好 我救不了你了 请问你最喜欢农民食堂哪一个厨师的菜 美红姐 为什么 有古早味 他煮饭有热情 吃得到 还有在田里面工作最怕遇到什么 附近的老农 为什么 因为有点啰嗦 而且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他们是在教你吗 他们我觉得是他们在炫技 你听得出来是炫技哦 可是他很可能刚好看到你的道子的问题会告诉你 没有啦 就每个人操作田的方法都不一样 然后老农讲的跟我们的不一定适合 可是在他面前你就要乖乖的假装 就是表演一下 要等他走了 所以你是会装乖的 不过我不太常夏天 所以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跟别人 有没有很不一样的种田的怪癖 就是不常夏天 我都比较常去别人的田 为什么会这样 要拍照啊 那自己的田不拍 自己的田 自己在田里工作不太会想要拍 因为就工作的节奏跟拍照的节奏不太一样 就一直拍就没有办法做了 也是 还有收割期快到了 你最需要什么 去年我在等台风 今年不知道 为什么所有在等待收割的农民 应该都最怕台风 因为去年我的米没有预购 就不太知道会种出什么样的米 所以没有先买 所以其实感觉到有一点销售压力 然后就一副觉得说 连彩虫都不要了 哇塞 你这个人好灰色哦 好我们欢迎田文社社长over 今天是迷你之音第二集 一开始进行的是快问快答 先借由这样子认识over田文社社长 那大家如果认识over的话 是小农圈当然都知道over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 我说长相 是什么样子 长相啦 那如果没有见过over的话 大概就是透过田文社这个FB粉丝专页 会看到社长个人风格非常独特的一些po文 还有分享照片啦 或者是他说故事的方式 over你自己觉得 透过田文社FB专页 你塑造出来的样子 在你不认识的人眼里 是个什么样子的社长 应该跟本人差不多吧 P 怎么可能 你具体描述一下 因为你本人的样子 跟那个文清风的那个田文社FB专页 是很不一样的 田文社有文清风吗 有啦 照片 照片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子 还有你的文字能力是蛮强的啊 就至少 你说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并不好 呃 现在正在进行专访 我是不好意思 真的说 你有遇过看田文社FB专页的人 遇见你之后 或者是给你私讯 问过你什么 有遇过 然后就是发现我是社长之后 他们就会有点尖叫 是社长 然后我就会觉得 好可怕 我要去上厕所 没想到你这么小 这么年轻 还像个小孩子的样子 有遇过这样 对于看你FB专页的那个感触 你有听说过吗 我都会点那个人家转贴的 哦然后他会下一个评议再转贴 因为通常转贴的习惯就是你不会直接贴过去什么都不讲 所以那时候就会 转贴的人会讲一些他的感觉 我会看 这样子有点泄滴 也还有通常的经营的FB专页通常都会啊 就很自然的动作啊 可是你会有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吗 大家对于转贴的时候他的心情在表达上 跟你原本原po文的东西 大部分都会 跟我原本想的有点落差 举个例 可是我有遇过一次跟我想的差不多的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我有写过一篇那个 罗罗之爱 哦 然后因为我觉得福寿楼还蛮恶趣味的 可是大家转贴的时候大概也都是这么讲 就是明明福寿楼是一个那么让人讨厌的东西 可是就这边的小农他 并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就是大家还蛮蛮有兴致的在聊 怎么解决福寿楼的问题 蛮蛮有兴趣的在聊解决福寿楼的问题 那算苦中作乐吗 算吧 那是真正纯粹的苦啊 哪里作乐了 只有你在作乐吧 所以那个人转发你的时候 是他也带着很调侃趣味 然后来看你在玩福寿楼这样子 那你指的通常会看到跟你自己的意义不一样 po的意义不一样 那是什么意思 是指你其实是轻松 你在玩那一篇 可是别人反而是严肃的看待那件事 就会说做农很辛苦啊 还是什么的 或者有一篇我在讲那个 我的田梗 然后他有一边被喷除草剂 然后一边我的那一边就 就还好就是原本绿色的草 然后我本来是要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就是隔壁那个田的农夫 他尊重我这边是不喷除草剂的 所以他就没有说啊 顺便帮你喷一喷 然后就把我这里的草喷掉 然后他反而就是 他自己需要喷 他就喷到他那边为止 然后他也知道我这里是 需要做怎么样的农 怎么样的田间操作 然后就我那篇是要写这个意思 可是大家就会觉得 天啊除草剂 然后觉得 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存在 或者是啊 这样我的田就会有污染 然后就还是会 还是会沾到一些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觉得啊 是不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还是看的人没有看清楚 那个只是解读啦 应该是你表达清楚你的意思了 可是解读的意思是 他们的心情通常没在种田 可是看着你们小农 执着愿意用友善方式去做这些事 通常当然我们如果说FB的 所谓同温层的话 他既然都一直关注 友善更做这件事情 他自然就会投射很多 要怎么样支持这个社群啊 要怎么样支持这些人做这些事啊 这么棒的事情 然后所以好像同时间就有可能会去 多了一些排斥的力量 对于不是做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农药那件事情 如果你的照片里面有提到这个东西 那就是挑到了敏感神经 他们就二分法会觉得 小农常常种的田 都是在冠型农法的旁边 或许就会变得比较紧张这样 比你还紧张对不对 可是因为对我们这里来讲 就是在冠型的田旁边反而是 是一个一定会存在的状况 所以大家像这样子能够很自在的 跟冠型农法一起隔着田相处 这也是已经都对大家来讲都很自然而然 你也是 就因为我们也没有 也没有想要去找一块就是 就是很孤立的地 然后旁边都没有 都没有林田 林田污染的问题 因为反正就是住到这个村子里面来嘛 然后有一块田就租一块啊 所以隔壁的田是怎么样 我们就觉得也是蛮好的观察对象啊 对 有道理 就这个村子是有代根业者 还是有老农 还是有小农 它是同时存在的 然后就是互相影响互相改变嘛 这个村子就是深沟村 我今天为了欢迎over社长 田文社社长 我把那个节目run down 就是定了一个标题叫做 田文社社长over 我在深沟的日子 你刚刚是说你来了四年半啦 很久了 我算不太清楚耶 就是一来就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了 我住过来才第二年 之前就跑来跑去 可是以接触的这样日子来看 就是也有四年多的时间 跟小甜甜同时来的 那算是资深的村民耶 如果以小农社群来讲是吧 虽然年纪轻可是是资深的村民 那个眼睛笑到快眯起来是 是觉得怎样尴尬吗 身为资深层民 一路都在混 对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那个 自己承认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混 你明明刚刚说你种田的怪癖是 你也不想下田 可是那又是你追求 你来住这里的目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自己 没有我来这里不是想要当农夫啊 哦 所以我那个种田只是为了 就是 掩人耳末 就是 有点像班上的同学 他们都在看某一部卡通 然后你就一定要看一下 不然跟人家没话题聊啊 就像某位大米一样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我一定会被凉 我就不会那么 人家一直在看某个卡通 我就一定要看 我就不想看啊 怎样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都 可能喜欢 用自己擅长的工具观察 或者是想要享受 这一个很特殊的场域啊 喜欢这里的故事这样子啊 可是在这里生活 是一定跟田有关系的 那我觉得来深沟物农的 这些小农 从事友善工作的朋友 我觉得他们的日子都不轻松 因为啊 有一个是田文社 都是一直拿着相机 然后一个是咪咪之音 会拿着录音机 就是你 但我并没有常常拿出录音机出来 让大家觉得紧张 我很少 就除非做专访 我才拿出来 可是只要看到over 几乎都会看到摄影机 嗯 对 你觉得你自己在带着摄影机 在农村生活 然后给老农 在地的农民也好 或是小农也好 你有没有觉得 大家看到你的反应 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还好耶 大家好像 有吗 已经蛮习惯被拍了 可是一开始呢 如果不认识的 就明明真的是不熟 跟你还不熟 他可能刚来 真的不熟 像上次美乔阿姨 好像就有点吓到 哦 我们的第一集的美乔阿姨 哦对 他嘛 怎么可以拍那么多张照片 一直拍一直拍 而且他马上要检查 拍得好不好 对 你自己是 那个热情是 从以前的学习 求学过程 一直到现在的吗 就是很喜欢照片记录 没有啊我来宜兰前 才刚拿到那台相机 那你之前的人生是 就一个没有相机的人生 你会定义自己的专长是什么 因为在深沟这里 很多小农 其实就是半农半X 就做一些杂工啊 例如 画画图啊 没了 所以你的那个 能够让自己 为生的那个 半农半X的 X的部分是 就画画 就是平面设计吗 做一些手工 接接案子 偏偏 偏偏钱 还可以 混口饭吃 你这个节目播出去 你到底还想不想接案子 我问你 我不想接案子 我问你 还是你要我这些剪掉 没关系 我不想接商业案 什么意思 反正我做不好 不接商业案 那要接什么 例如帮你做广播电台啊 不是 那我们总是要为生 因为我也 我跟我说你 我也不接商业 我也没在接商业电台了 我们这样怎么 所以要种米啊 这样至少不会饿死啊 那米也只是顶多养活自己 而且你要是种不好 你还希望台风一来刮掉 你头来 我今年没有希望台风 我今年有种的比较认真一点 OK 而且我的米已经预购完了 了不起 可是你才3.8分嘛 是不是 明明就不大 我朋友也不多啊 刚刚好 都卖给朋友而已 可是那个只能算是辛苦劳力的一点点劳力的补偿而已啊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是可以一直维系下去 还是有嗅到的危机感 应该还是要接一点案子啊 嗅不嗅 不过我觉得天文社也可以出一些产品 周边商品啊 例如 例如 我想要做那个 以蓝色的年利 啊 呃就是 用认购 还是摆摊 就卖啊 就做一些 放在小间卖 放在小间书再卖 活动快报 松原小屋 一个坐落在落雨松林里的老房子 曾经是老聚落半月池 是个仓库 现在是书店 也是关注小农事物聚集的所在 最近正在展出的是摄影师林静的作品 止住的时光 欢迎免费参观 松原小屋的蔡老师燕林表示 这个摄影展很有创意 也很精致 但是展期只有短短两周 七月以后就要到成品展出了 六月十九号以前 请宜兰的朋友把握机会哦 而就在本集节目播出的六月十一号 星期六下午两点 同样在松原小屋 有一场我和我的T妈妈 纪录片放映及导演分享会 现场有导演黄慧珍的分享 与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的理事长 吴绍文展开对谈 欢迎大家一起来看这两代之间 沟通有多么困难 要怎么样拥有共同的语言 要如何不要让善意成为一种强迫 我和我的T妈妈 放映及导演分享会 六月十一号下午两点 松原小屋见咯 更多的活动与讲座讯息 请看松原小屋的FB反思专页 所以你的谋生的方式很奇特 就是从无到有这样子 大家都以为我是专业 其实我根本就是个俗人 来拍照之前 到现在还是 我还是搞不太清楚 我那台相机 你说操作手册 还是搞不太清楚吗 我们都已经照片看成什么样子 你还是搞不太清楚 我只会调ISO跟按快门而已 你今天把自己的料包成这个样子 我是全部都照播啊 那个照片 纯粹是因为相机很好 你是这样觉得自己的后路的意义是 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对不对 反正这条路走不通了 总是觉得自己还可以 发现新的路就再试就对了 也没有啊 反正照片就那样嘛 重点是要去拍到那些照片 就是人要去到哪里 然后大家会对着相机摆出那样的表情 这样照片就可以卖钱 你说摆拍吗 事实上你很多东西是不是 我讲出摆拍是那个生态界 有没有 一些拍动物啊 然后生态学家有时候 或者摄影师啊 专业摄影师 他们会常常去纠错 纠出说 这个动物昆虫 不可能是这个形式被拍出来 一定是被人为的摆出来 拍照出来 所以不自然 我没有摆拍 对 所以你 我超级不摆拍 对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 那个非常不可思议的 自己从来不想显露给别人看的那一面 会被曝光出来 那难道这些人都同意吗 我通常会拿着相机 然后就在相机后面开始揽消 然后通常被我拍的 就是反正我就乱拍嘛 然后会讲到就是 被我拍的那个人指着镜头骂 所以我有一系列 大家指着镜头骂我的照片 原来是这样 你这样没有得罪过人吗 嗯 不知道 看自己的call in状况怎么样 call in状况 就是看你播出去之后 会收到多少被我得罪的人的留言 像我其实 如果我拿着相机拍东西 我自己心里有个障碍是 我会怕侵犯到人家 或者说自己曾经学摄影的时候 那老师出了作业 就是你去公园 或去十字路口 你把摄影机架着 我要你拍人来人往 行人的面貌这样 然后我就没办法教那个作业 我问老师 我说可是老师镜头对着人 当被发现的时候 那个人会有被侵犯的感觉 那怎么办 他如果 哦 我觉得 这边的人 小农什么的 他们基本上 有话想说 啊 所以就是 他们 假设我那张照片 刚好 类似他想要表达的意思的话 那可能就不会太生气 这大概是百中选一 对不对 其他99张是会生气的 我 我尽量挑 我猜可能 大家也想要让别人看到的照片 有 那对于被拍的人来讲 牺牲99张 其实还是有一张 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还是值得的 也许 但是 像主委啊 那个程阿公 就他 他有时候也会 叫我过去看 某一样 菜或者是跟我讲某一样的事情 然后他就会说 这个可以拍这样 哦 所以 其实他也是 有点 借由 我会这样子 做记录或者拍照 然后 想要讲他 想要讲的事情 嗯 这是你原本 可以想象得到 自己可以发挥的功能吗 没有耶 那如果那个人 不是程阿公 是别的人 就说 哎 我这里有这个东西 你可不可以拍 你并不是任何人 对你提出这个 邀请 要求都拍的 有时候程阿公 叫我去拍什么 我也不一定会写 原来你连阿公 都会拒绝就对了 你很不怕得罪长辈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天文社 现在哦 把我们家屋顶修好 是去年台风到现在 还没有修好的屋顶吗 已经漏水漏一年了 我们可以很好奇的 关心一下天文社的那个社址 社址 社的所称你的住家 在南洋溪的体房旁边 然后应该 我不知道几年耶 应该还蛮多年 近百年吗 的一间专访 古厕 它是古厕吗 那非常的像废墟等级的那种 不会像废墟啊 它 你拍出我的照片看起来都是废墟耶 可是它很漂亮 它的红砖到现在看起来都跟新的一样 然后上面都是坏木的梁 那叫什么 屋顶 横梁 梁柱 梁柱 然后它那个瓦都留得很完整 就是那种日式 日式双勾瓦之类的 那是活的屋顶 可是那台风过后 已经损失掉很多是不是 没有我们就把它拆下一片片整理 然后再用不锈钢丝绑回去 那现在还缺几片 我们刚好对面那一间古厕 它的屋顶拆掉 所以我们就把它屋顶拿过来补 还有小间的 是一种偷的行为吗 没有我们拿了只拿六片 你原本期待创建田文社的意义是 哦就我觉得因为农业嘛 农业是还蛮 蛮根本的东西啦 所以它上面会发展出很多不同的文化嘛 例如说 像这边台语中跟道指有关的名词 或者是形容词都很精确 它会讲到非常非常细的部分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 国语里面没有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值得去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然后或者是来这里之后很有季节的感觉 台湾是四季如春耶 可是例如说 这边像美红姐做酱油 它就是一定要那个时候 空气中才有那个菌会落在酱油的缸里面 它才会变酱油 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点你一定要做菜脯 要不然那个菜脯就不会变成金黄色 所以你就是每一年一年这样子循环 然后你慢慢去抓那个节奏 因为你第一年来什么都不知道啊 然后就看人家做了 然后就啊原来那时候要做那个 可是人家都做完了 现在才知道就做不到 所以你就只好把它记下来 然后明年看能不能跟得上这些老人家 或者是跟得上一些作物 还是丑公司或的季节 可是因为对于台语你听到的那个敏感 然后也激发了一点点 你就觉得应该有个农村的小媒体的意思吗 小媒体哦 那个有点顺便 那到底是什么关键啦 没有啦我本来想要做 我先自己抵了 我本来想要做跟这些东西有关的杂志或刊物 然后但是我必须要先累积一些人气 我以后才好卖啊 这么单纯 对啊 还好啊那很好懂啊 所以什么时候要出刊 我不知道 结果就因为你在经营人气的时候 然后就走了邪路 就一路一直拍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这里发生的事情太快太及时了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 资本的刊物是要每个礼拜都出吗 还是一个月出还是一年出 可是有些东西就是照片弄弄就可以写啦 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这样子写就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规模了 你这个我也有感触耶 我会来宜兰 那也是因为觉得对于农村生活 不只是想象我自己农家子弟 会觉得现在整个台湾的工商业环境里面 会有这样纯粹的一个农村生活 会很吸引自己 然后我自己长时间做广播的内容 就会觉得那我好想去回归一个最纯粹的 收农村声音的这样子的节目的制作 但结果也是啊 来了你才会知道那谁要听 你要做给谁听呢 那结果其实都不用 先不用去想做给谁听 你要怎么样下手 光是那个下手就 自己就在这里活了一年半载 先当个海绵 然后去吸收东西 然后顺着就像你说的 一年四季去感受这里的生活 然后慢慢的会知道 会知道更熟悉人 或者是这里的风土民情什么也好 就比较好知道下手怎么整理 可是事实上还是没有个结论 因为本来很想做的东西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农村广播电台 我们其实是很想做直播的 对不对 直播对 对 over找我 愿望就是拿着收音机 在田里面可以听得到 对 收得到电波 对这是我们最美好的想象 可是那件事情 大咩 就是无法 超过十万块 超过十万块 而且还犯法 犯了刑法 到时候不晓得谁要负责 被抓去关 所以呢就只好回归 欲录的方式 但它存在的意义至少还是以我自己要开始终于决定开始做这个节目来讲 就是编册自己要开始当成永续的每个礼拜就要面对这集节目内容的制作 然后去让大家这个农村所有小农的一起生活的点滴 还是说分享一些生活讯息可以集结起来这样 那这个的话就就好像你现在你是你的那个大海绵还继续非常贪心的 其实还是一直在吸收中 我觉得就是其实田文社现在不是越来越少写吗 你自己说的 怎么了 因为我觉得光是一开始当然写田文社 然后有文章会是一个会有欲望做这件事情 因为就想要抓到一些生活里要做的事情 可是现在光是在这里生活就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所以就反而有点不想再花这么多时间去写那个东西 所以真正赚最多的人是在这里生活的你 那等你老子有空了 有空想写 想成你跟人家分享 那才轮得到大家才有可能看到东西 有点这个感觉 是哦 好拽哦 我都不敢这么拽 你看我还不是乖乖的就开始做节目了 那是因为你现在才刚开始要做 那既然决定要做你知道那个压力就来了 因为他就每个礼拜说好了就好像一种承诺 对那是一个承诺你就一定要播出 我觉得你田文社也试试看嘛 可以啊我可以每个礼拜四都一定要写文章 写五个字跟五百个字都是文章对不对 写什么稻田好漂亮 然后两百个赞 就觉得值得啦 有什么好耕耘的 好容易 那你今天最后有没有决定要贡献什么生猛的题材一下 那就看你问什么问题啊 好我知道了 请问你愿意介绍一下你的社员吗 你唯一的社员 蚂蚁先生嘛 他其实不是我的社员 可是你在田文社的描述里面 他一直是一个很特 他是派遣员 派遣员 社员是正式的啊 OK 欸我有问他要不要当社员耶 OK 他说不要我当派遣员就好了 因为他并不想要听我的控制 哦是这样子 我没有办法指挥他 我也没有钱可以给他 那曾经有人好奇过派遣员跟社长的关系吗 姓伴侣吗 谢谢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欢迎下个礼拜继续收听 秘密之音 Bye 谢谢Over Bye Bye 就这样 对就这样哦 Bye Cut 本节目没有固定情绪 没有固定来宾 但是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固定播出 网路收听品质友好友坏 收听时请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